Hello 欢迎学习爬虫的针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在使用这个多性针的时候 我们会经常使用到的一个针的模式 叫做生产者模式和这个消费者模式 那么什么叫做生产者和模式和消费者模式呢 看这个意思已经应该是明白了 对吧 生产者的话 它是专门用来生产一些东西的 消费者的话 是专门用来去消费一些东西的 那么我这个地方的话就画了一张图 这的话方便大家去理解 生产者和消费者 他们都是属于那种什么的多性质的方式去做的 就是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模式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这种多性质的方式 当然也有不是那种多性质的方式 只不过比较少 就是在生产者的话 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对吧 举一个那个 一般在家庭里面的话 是不是有那种 就是一个家有一个这样的 那个那个顶梁柱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一些比如说孩子 还有一些一些消费的人 对吧 那么我这个顶梁柱就是工作家里面那个顶梁柱的话 他就像是那个生长者 他就不断的从外面赚钱回来养到这个家 对吧 然后把这个钱存到这个全局变量当中 存到我们的这个银行当中对不对 然后消费者的话 消费者的话他就从这个里面去取这个钱去消费 那么就是一种这样的模式 一种这样的模式非常好理解 一点都不难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使用这个生长者和消费者的话 我们就需要使用到一个全局变量 因为你生长者生长出来的这些东西 比如说一个金钱或什么东西 你是不是应该要放到这个全局变量当中 以后在这个多性账当中 在这个消费者这个多性账当中 他才能够使用得到 对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这个全局变量这个东西 因为多性账当中去访问全局变量 就会有那个数据的问题 对吧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地方 你采用这个生长者和消费者模式的话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全局变量 使用那个加锁的方式 把它给加起来 把它给加起来 然后这种生长者和消费者模式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代码变得更加好 变得更加可读性更加强 你想一下 如果现在我们是站在一个爬中的角度 我们使用这个生长者和生长者和消费者模式 去写一个爬中 我的这个什么呢 我这个生长者的话 我是专门用来去生长 就是那些需要下载 需要下载的那些URL 或者是我这个生长 生长者这个东西 我就专门负责去爬取这些页面 然后这个消费者的话 我就专门从你这个生长者 爬取下载这些页面进行解析 对吧 进行解析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分工更加明确一点 对 分工更加明确一点 并且可以让我们这个代码 可动性也会变得更加好一点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生长者和消费者模式 它的一个真的好处 好吧 一个好处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来讲一下 就是这个LOG版本的这个生长者和消费者模式 LOG版本的话 是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讲到的 是吧 就是这个全机变量 它需要使用一把锁 那么我们就是使用 之前跟大家讲到的这个锁机制 这个LOG 来做一个真的生长者和消费者模式 讲完这个东西 然后后面的话我们还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空地设论版本的这个生长者和消费者模式啊 好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先来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啊 呃 这里话哈 我是一个啊 就是我们那个状情啊 的那个例子来讲 对吧 就是这个生长者啊 生长者 他他是在这个地方随机的去生成100到1000之间的一个这样的数字 然后加到什么呢 加到这个追方的上面 就是加到这个全局的那个啊 编辑上面啊 然后啊 呃 然后生了消费者的话啊 他就不断的在这个钱 不断的在这个地方进行消费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是不是一个外要处行啊 就不断的在这个地方进行消费啊 在这地方进行消费 然后啊 如果他这个地方的判断 如果他这个钱是大于啊 如果如果这个全局变的那个钱需要大大于我现在需要消费的那个钱 那么的话就消费掉啊 然后的话啊 就打一个东西 说已经消费掉了 对吧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做其他事情啊 那么我们就是大概就是一个这种东西啊 大概就是个这种小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到我们的这个代表当中 然后的话 我们这地方啊 我新建的一个文件啊 叫做代目四点拼歪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代目四点拼歪 这个当中 来把这个代码来完成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哈 首先的话 先来定一好 定好两个类哈 定好两个类 两个类的话 分别是那个消费者和那个生产者啊 好 首先定一个类 就叫生产者 DRODUC一样 让他继承在这个thread 哪里thread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 再重新一下这个run方法 对吧 接下来的话 再来定一个类 是那个啊 消费者consumer COS M1啊 接着IAD 点thread 对吧 TN SREAD 然后这个地方也定一个run方法 pass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第一个魅行数啊 魅行数的话我就第几个呢 我就第3个那个或是我第5个那个生产者去生产这个金钱啊 然后消费者的话我第3个商消费者去消费这个金钱好吧 好 好 那么就是for x in range啊 5个啊 然后是那个第一等于这个什么呢 producer啊 生产一个啊 这是一个生产者 然后的话这个让这个生产者的这个县程啊 启动起来 那么接下来的话 for x in range啊 是3个县程去消费这个好吧 就是t等这个consumer啊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t点start对吧 接下来的话我们这地方就什么都啊 啊接下来再来写个魅啊 然后我直接就这个魅行数啊 就是一个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啊 这个欢家大概就是个样子的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个生产者这个里面好 我们就是专门用来去生产那个金钱的 那么去生产这个金钱的话 我们需要啊 创建一个全局变成来保存个金钱好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叫做追money啊 就是总全局变的那个钱啊 开始的话 让他等于这个1000块钱啊 开始让他等于1000块钱啊 好那么在这个生产整个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就不断的让他去生产金钱 不断的生产金钱 是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要写个死群完啊 不对 well true well true 因为如果你这个地方不是啊 一直在生产的话 你你这个地方直接只生产一次 那么这个县程跑完了啊 就是这个县程他跑完了 就是将这个里面的代码跑完了 他就不再就会 他就不会再去生产了 就不会再去生产了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为了保证他能够去一直持续的生产 这地方我们就给他一个well true 好吧 给他一个well true啊 然后我们使用这个well true哈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呃 来随机产生一个金钱去生产 然后的话加到上面去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需要用到那个random啊 import了先说个random 然后的话这地方我们写个money啊 这个money的话 就是随机生产的那个金钱啊 那么就是random 点randint啊 randint的话 需要传递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这个随机数开始的那个值 比如说是100啊 一到1000对吧 第二个值就是1000啊 第二个值就是最多是多少 最少是100啊 就是就是就是随机产生100到1000之间的那个整数啊 那个整数啊 随机随机产生一个这个钱 那么产生完这个钱以后 接下来我是不是应该要把这个钱放到我们的这个追码里面 里面去啊 对 对那么这个追码里这个呃这个钱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全局并量 那么既然它是一个全局并量 我们要去修改它 对吧 我们要去修改它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 是不是应该要去把它给用锁把它给加起来 对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创建一把锁啊 那么这把锁的话 因为在这个生产者当中 在这个消费者当中 每个现成当中都需要用到这个全局并量 对不对 那么这次的话 我们这把锁的话 是不是应该要共享才对啊 对 因为如果你是不同 呃 这个锁它的对象是不一样的话 那么它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 那么这次的话 我们就应该啊 在生产者和消费者当中都使用同一把锁啊 都使用同一把锁啊 好 那么这地方的话 我们这地方就定义好一个全局并量 叫做追 Lock啊 Lock 是等于这个啊 threading点Lock啊 这样的话就创建好一把全局锁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 我准备去把这个钱加到这个金库当中了 那么接下来 我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用这个什么的追Lock 把它给二块 acq 把你给锁下锁完以后 接下来我就去加钱了 对不对 那么就是追Money啊 Money 20加等于一这个Money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不知道那个波浪线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这个地方 你想用到这个啊 你想去修改这个全局并量 我们就应该使用这个global翻译字来给他顺利一下对不对 好 那么就global 然后是这个追Money啊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加网以后 接下来的话我们这地方就来打印一下啊 方便我们后期可以看得到啊 可以看得到啊 这地方就打印的东西说那个哪个县城啊 哪个县城啊 呃正在生产啊 生啊 生啊 呃 生产了生产了多少元钱啊 剩余多少元钱啊 剩余百报的元钱啊 好 那么这个百报 然后是这个地方就是 呃 虽然点点卡人的就是单纯的这个限制啊 生产了多少元钱呢 甚至呢Money这个元钱 然后剩余多少元钱呢 剩余这个追Money这个对吧 就是总共剩余多少啊 好 那么打印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啊 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让他那个呃 就直接将这个锁把他给示范掉 好吧 把这个锁示范掉啊 追Lock 追Lock 的release release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让这个县城啊 让他随即的甚 或是让他沉睡零零雾秒啊 这样的话就不会 不会啊 这样的话 你看起来就会更加好看一点啊 就不会那么 呃 那么一一刷而画了 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让他沉睡一下啊 sleep一下 您放了一下这个type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那个type点sleep啊 比如说让他0呃 睡0米5秒啊 保送下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啊 生长者就已经写完了啊 生长者就已经写完了 生长者的话 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啊 死去完 在这边不断的生长 不断的生长对吧 然后的话在生长这个加这个琴的时候啊 呃 如果碰到是别人已经有锁 那么的话就要去排队啊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就先把这把锁把它给上了啊 然后把钱加完 加完以后就赶紧把这把锁把它给释放掉 对吧 方便其他的县程再去进行价钱啊 然后的话 加完以后我这个县程 我就沉睡005秒啊 就是做一个缓冲啊 做一个缓冲啊 好 那么我们这道呢 生长者就写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写一下这个消费者啊 这个消费者的话 同理也是哈 他也是在不断的在消费这个金钱 那么的话 他也是需要使用到这个什么呢 wile2啊 那么我们这个方法也是来写一下啊 wile2啊 好 这个wile2下面的话 也是在不断的在消费进行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也是让他随机的去消费一个金钱 好吧 别的money啊 m i e y 等这个什么呢 等这个random随机的random印证 让他随机消费100到1000元钱 好吧 随机消费100到1000元钱啊 好 这个钱已经尝试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去消费这个钱 是不是我们要去给 我们要去加把锁去消费啊 对不对 因为你现在是现在要去修改这个全局费量啊 就是消费嘛 消费就是在这个追money这个上面去给他减一点钱 对不对 那么现在是现在好 要去减减少这个钱 盲目的去消费对吧 你得去判了一下有没有这么的行啊 那么我们这段的话就给个外衣服判了啊 衣服这个追money啊 追money 他是什么呢 他是大于等于这个money的 就是他总共的金库当中 他总共是大于等于你这个需要消费的行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让他去消费啊 这个追money啊 就是减等于这个money对吧 就这样的话就把它给消费掉啊 money啊 就就把它给消费掉 好 那么这个地方修改了这个东西 正式的话我们这个追money啊 又需要重新又使用个个老婆关键 次来生命一下对吧 好 那么就global然后是这个追money啊 好 完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打一个东西是吧 那个摆放s啊 那个消费者啊 消费了摆放低元钱对吧 啊 剩余摆放低元钱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是摆放 然后是那个啊 threading.current thread 然后是第二个是那个啊 money啊 第三个是那个追money啊 追money 剩余多少人钱对吧 好 那么消费完成以后啊 消费完成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锁干净把它给 摆放掉啊 release 注意哈 这个代码的话 你不能放在这个义腐条件里面 如果你放在这个义腐条件里面的话 那么就是只有这个钱是大于这种情况下 他才会去示范对的 其实的话哈 你应该是不管这个钱大不大于 你都应该去示范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这个钱不大于的话 那么这个锁他就已经加了了 对不对啊 已经加了 那么如果你得不到示范的话 就相当于是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死锁了 啊 就是一个死锁了 就是我这个锁啊 这个县城他进去了 他一直锁在里面 他就是不出来 那其他县城想要去 想要去啊 想要去执行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就没有办法了 他就啊 其他县城就必须要在外面等待啊 那么这样的话是不行的啊 所以我们这个办法这个锁 一旦有那个 一旦有那个什么呢 一旦有这个加锁的过程 就不管你这个里面发生的什么样的东西啊 你都一定要有这个解锁的过程 不然的话 其他县城他就一直处于在那个地方等待啊 你想想啊 比如说就排队上厕所对吧 里面一个人他就是不出来 那么外面的人的话就一直进不去啊 这样的话是不太好的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就说这个东西啊 必须要去执行 好吧 必须要去执行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啊 就把它给消费了 对不对 把它给消费了啊 消费完之后再把它给reuse一下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部分就也已经完成了啊 消费者这部分也已经完成了 好 也已经完成了 完成了以后啊 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啊 再来执行下右键来执行下好吧 看一下是怎么样的啊 啊 这个地方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消费者这个地方我们也让他啊 sleep一下零点五秒吧 不然的话太快了 不然的话太快了啊 好 这个地方是那个 呃 泰姆点sleep啊 然后的话零点五秒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 我们这个地方创建一个 这个县城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指定这个名字啊 可以给他指定这个名字就是就是这个类姆啊 类姆的话是这样的等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是那个 啊 生产者啊 现成 然后他会给一个百分二d啊 这的话把这个什么呢 x给进去啊 就是代表是第几个生产者现成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同样也是给一个类姆是等于什么呢 消费者现成啊 给个百分二d 然后是个百分二x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呃 把他给注明了一下他的名字对吧 就是以后打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不会看到是那个strategy的 就会比较清楚一点啊 好 那么我们这番接下来右键再来直接下啊 啊 可以看到啊 我们把它给赞了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刚开始的话是这个 呃 这样吧 我们把这个消费者这个现成放在这个前面啊 因为我们这个默认的话他里面是有1000块钱的啊 所以我们就让先让这个消费者去消费 先让这个消费者去消费啊 好 接下来我们可帮大家刷一下啊 啊 来运行一下 好 点击关掉啊 看一下这种情况吧 现在是那个消费者现成名啊 他是消费啊 呃 消费者消费了那个1719剩余281对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生长者啊 01234 两四啊 啊这个5个现成分别生生生生长者去生长了对 生长完 然后接下来我们这个消费者的话又去消费了对不对 又去消费了啊 呃 这样吧 我们这个地方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啊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啊如果这个地方他出现这个钱不大于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再来给一个else啊再给一个else啊 如果这个钱不大于的话说明我们这个啊金库里面的这个钱是不大于你现在需要消费的啊 那么我们这边就打一个东西啊 让我们接下来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啊 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啊 就是比如说百万s 呃 消费者啊 消费者准备啊 消费消费百万低原钱啊 那个剩余百万低原钱啊 不足对吧 哎就是你现在我哪个县城他准备去消费多少原钱 但是总共只剩下这么多钱呢啊 说出现不足的情况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些变量把它给显进去啊 好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是threading.currentthread啊 然后的话这个消费的多少钱就是money对吧 第四个的话就是追money啊 好保存价然后的话再来运行价啊 好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哎 因为现在的话下面一直没有出现那个不足说明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生产者啊总共有五个县城在生产啊 就是赚钱的人比较多消费的人比较少对吧 说的话他消费的那个能力就比较低啊 说下面你可以看到到啊一直没有出现那个不足的情况对吧 但是前面的话几个地方是出现的不足对吧 刚开始这个第一个县城的话他就总共消费了858块钱啊 总的剩余只剩下142了 那么接下来一县城和二县城他们再去消费的时候啊 比如说一县城他就准备消费那个9112 但是只剩下142 说的话出现不足的情况对不对 然后这个消费者的话第二个消费者他一准备消费这个503块钱啊 剩余只有一百14142说的话就不足了对不对不足啊 那么不足以后接下来就让这个什么呢 就让这个生产者再去生产了 对对生产者再去生产了啊 好啊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也出现了一次不足对吧 好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生产者和消费的消费者的一个这样的模式 好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一个的模式啊 好那么这个地方啊 假如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的这个生产者这个东西 他是不是一生产者和消费者现在是不是在外处死寻完啊 对对 就相信是永远都出不来了 对对 永远都出不来了 那么我我现在的话啊就给他加一个条件啊 就说如果你这个生产者啊 你生产的次数超过了十次啊 比如说已经达到十次了 那么我就不再去生产了 我就不再去生产了 不再去生产了以后 接下来这个消费者的话 是不是总有一天他可以把这些金钱把它给消费掉啊 对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模拟我们后期啊 开发当中一个这样的啊 一个这样的啊 实际的一个是这样的那个需求啊 就是我这个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可能是永久运行的 你想想啊 比如说你还是在写一个爬的时候 你这个爬的时候你就爬去这个数据 你也不可能永久去爬去 总有一天 肯定是会爬的完了对不对 那么爬完 我该怎么去把这个歪处把它给推出来就是把这个限制把它给推掉对对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就用于这个什么呢就用于这个你生产者生产的次数为例来跟大家讲讲啊 假如现在我就是让你啊 生产你你生产的次数达到了十次 那么就意味着啊你现在啊这个生产者的这个工作已经做完了 做完了以后你这个生产的你就只生产者啊这个限制你就不要再去工作了 接下来让这个啊 再把这些什么呢是你的这个数据让这个消费者去消费掉啊消费完了以后啊 那么消费者如果再判断这个强积变量当中没有东西的那么的话消费者这个限制也会退出也自动退出啊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达到这个一个这样的目的对吧 就是有的话我就继续做没有的话我就退出了对吧啊达到一个这样的需求啊好 那么我们这边再第一个什么呢强积变量啊 这个强积变量的话是专门用来保存那个什么呢 用来保存那个总共需要消费多了次的啊好 那么就是追DOTL啊times啊times等于比如说我我让他消费十字啊我让他生长十字啊生长十字 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去记录下现在总共生产了多少次啊我们该怎么去记录呢 你在这一个县程当中去记录是不是没有用啊因为现在生产的话他总共生产了多少次是有很多个县程在生产的对 那么这样的话你如果只在一个县程当中去保存这个变量的话那是没有用的对不对 说的话哈我们就要将这个什么呢就说我保存的这个次数啊作为一个全局变量的保存啊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叫做什么呢给他取一个全局变量就叫做追泰姆斯啊times啊times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默认试上的等于0啊 那么等于0啊就说你这个地方啊某个县程你这个地方进来的生长了一次我就加1啊生长了一次我就加1好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说生长完整以后这个地方我就给他进加1追泰姆斯啊加等于1啊 同理我们的这个追泰姆斯他是一个全局变量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需要使用的这个globe关键字来给他进行一个这样的声明啊 好这加1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只是给他加的吧这个条件啊这个步骤相对是完整的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生长者我只能保证他总够只能生长10次 那么这个地方一旦你进来这个地方的时候你是不是首先先要判断一下我当前当前总够生长了多少次吧 如果他已经达到10次了这次的话我就不再去生长了我就不去执行这些代码 是个意思吧好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是说在生长这个钱之前我首先在这个地方就来给他一个判断啊 if这个什么g啊g times如果这个g times他是大于等于10如果是大于等于10了啊那么就不好意思的我就不再去生长了对 那么这次的话我们就break掉啊我们就break掉啊就break掉啊但是这个break掉我们啊直接在这个break掉有有用吗我们来给大家试一下啊看一下有没有用啊 给大家看一下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吧可以看到啊这个地方他是不是不再去这个地方他不再打 打印的啊为什么不再打印的呢 这个地方不再打印说明我们这个程序是一直卡死在这个地方呢啊卡死在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会卡死在这个地方呢原因就是好 因为如果你的这个生长的这个次数已经达到那个10次了那么这个限制的话啊他就直接break掉break掉的话啊break掉的话啊break掉的话那么这个地方这个啊 lock啊这个锁的话他就没有得到释放明白是吧你直接在这个地方break掉是不是下面的代码就不会被执行啊同学们啊是不是这个外处下面的这个代码就不会被执行不会被执行那么这个锁的话就得不到释放得不到释放就会出现刚刚的这种情况就会在这个地方一直一直在这个地方等待对吧为什么会等待呢因为我当时这个县城已经架锁到这个地方来了 然后我这个锁一直不释放那么其他些人一直在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哎他就发现这把锁已经被别人加到了我一直进不去那么的话他们就会处于一种一直等待的状态啊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程序也不会结束好吧好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要保证说啊你在break之前手指定外形你先要把这个锁把它给释放掉啊那么就是追lock啊点点什么呢release啊好控制加速保存下然后再来走一下啊好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直 在打印对吧下面就因为这个胜战者他总共已经生长了十字啊所以所以的话下面这个钱就没他胜战者就不再去生长了那么消费者他总共想去消费的时候就会一直出现不足的情况对就会出现一直出现不足的情况看到没有啊是不是一直出现不足的情况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胜战者啊他已经把这个石他已经总共生长了十字他就不会再去生长了啊就不会再去生长了啊那么消费者再去消费这个钱的时候因为已经没有胜战者的生费生长了那么的话就会出现这种不足的情况啊 好那么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这个什么呢我们现在不能让他一直在这种打印不足啊对不对肯定是不行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要做的事情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啊如果啊出现不足的情况啊哦如果这个次数已经达到了十字你就不要在那个地方傻乎乎的再去等待了再去不断的去判断有没有啊这个钱去消费了对说的话我们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来判断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就说如果这个钱他是不大于啊就说如果这个总的金库里面的这个钱他是小于这个钱的话那么这的话就有可能出现这个生长者已经生长了十字了他有可能什么呢他有可能不会再去生长了对啊那么这个地方我感谢这个变量哈是那个追total啊所有的话这个地方啊就说如果出现这个钱不足啊就有可能这个生长者已经生长了十字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去傻乎等待了对不对 在这个下面我就去发明一下啊一辅这个什么呢一辅这个那个啊追times啊追times他是大于等于追total times啊如果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么我们这个追落法是不是要release一下啊对对release完整又接下来再break掉啊再break掉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线程他就会去退出退出这个退出这个外出循环退出这个外出循环那么这个run方法执行完毕这个run方法执行完毕哦这个线程我们这个线程就想的是执行完毕了 好吧这个线程就执行完毕了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右键啊来运一下啊 好这样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再去出现那个不足的情况了对呃现在的话就像是在这个里面只剩下35块钱的啊那么啊其他人其他消费者再去生长消费这个钱的时候发现这个钱不足并且发现这个生长者已经啊已经生长的十字了他不会再去生长了那么我们这个线程的话啊就不会傻乎的在这个地方等待他就直接退出了对就会直接退出了啊这样的话啊就比如就会比较好一点对吧你想一下哈 我们生长者这边我在哎我在我在去下载那些文字下载那些啊抓取那些文字的时候如果我这个地方已经抓取完整的用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消费者他不断的去消费消费完整的用他发现啊这个已经没有东西消费了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消费者者的这个限制把它给退出了啊对啊那么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好吧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的那个啊生长者与消费者的这个模式啊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好吧大家在课系里面也要 大家自己去啊斗鼠练习一下啊你只有把这个啊把这个思想把这个案例自己做一下哈你才能够体会到这种生长者和消费者模式的一个人的写法啊在后期里面啊写这种啊实际项目的时候你才能够更加得心一手吧OK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期课程啊就讲到这个地方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